全油管最快新闻,吉姆新闻记者从游客所提供的视频中了解到,一对游客乘坐旅游客车离开凤凰古城途中,遭一辆当地车辆多次别车和逼停。 设施车上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态度嚣张,疑似当地一国企领导。 游客报警后,仅收到对方司机的口头道歉。 当地部门回应称,责任单位正在协商处理。 视频发布者称,眼镜男是当地政府领导廖某。 然而,凤凰县相关部门位于确认,该事件引发关注,涉事男子及责任单位待进一步调查处理。 这起事件涉及到游客被当地车辆逼停的问题,涉事男子身份引发争议也引起了公众的热议。 案件正在调查处理中,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结果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